那今天我們沒有本土的案例 那有境外 移入的兩例 皆是沒有症狀的印尼籍的愚公 那麼首先是109學年度 第二學期 高級中等以下的學校 我們會延後4天 到2月22日來開學 像勒林大學 社區大學 這些中生學習的 機構 也會在2月22號以後 來開學跟上課 那麼公立幼兒園 就會比照高中以下的這些學校 延後到2月22日來開學 延長這個寒假的這個期間 那麼也會可能有家長有照顧 血統的這個需求 家長當中一人 可以來請防疫照顧假 季專的統測 是原定5月1號2號 國中會考是預定5月16 17 那這樣的整體評估 考試的日程不改變 範圍會做配合的調整 那大學的指考 原定考試的時間是7月1號2號3號 那因為1號2號 這些設考場的學校還在上課中 所以考試的日程會延後為7月3號4號5號 我們江戶光局俠館的13個國家風景區 以及全臺的一個25家的一個 觀光遊樂園的部分 我想除了做好相關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措施之外 我們也在這個春節期間 尤其是在 在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 那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是遊客量比較多的一個 一個 時間 所以這個期間我們也做了一些相關的 一個 相關的景點在做一個相關的一個 總量的管制 那總量管制之外呢 還會有一些預警跟 分流的一些措施 這個媒體在報導這個 那就不普篩疑雲重重 沒有疑雲重重 就是最主要就是他 引用了兩個黨 做用兩個不同的黨 去做一個比較 好 那因為怕大家擔心 所以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檔的裡面是來自他的資料來自不同的檔案 不同的檔案計算的方式跟基礎是不一樣 好 那 那我們以上就先報告到這裡